这功德也不见得到 所以这个是很复杂的 布施果告不可思议 其实还不能够从丹丹面思考 有没有从施者的情况 受施者的情况 布施的过程有没有瑕疵 或是这个布施的过程 有没有真的符合于 这个大圣国道长的无相师 或是无畏师 那我们都要去考量了 所以我们这样理解就知道 否则在教室迷了这个较量的时候 他不说算数批育所不能知就好了 这是最大的一个什么 最大的数量 对不对 以比较法来讲 你看你前面这些财师 法师对不如你文 因为一句什么 法华经水洗 第五十个人 你的功 承认的布施的功德 比不上这个水洗的什么 功德的 算数批育所不能知 那不是最大量吗 最大数的这个量 那不是最好吗 他为什么前面要讲 百分千分 哪次算是利益 那表示这中间过程 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别 有些差异 但是 整体来看 就是 文化来自一句水洗功德的 这个 这个 利益 这样的功德 是大过于全面的材质跟法师的 好 好 这是这个心事的部分 好 那下面的记忆就是要更生 三 举后抗前 可能是举后抗前呢 就是 用最后第五十个人的情况 举出的第五十个人的情况 来说明前面第一个人的情况 这也是个比较 前面一定是一个比较了 第五十个人跟一个财师法师的大长者比 现在第五个人再往前比 跟第一个人来比 他说阿易哥如是第五十人 展展文法来经 水洗功德 上无量无边阿申齐 阿申齐就是一个很大的数量 他的功德是这么大 何况最识于贵中 文而水洗者 就是第一个 最识的是那第一个 他除此是上无量无边阿申齐 不可得比 那就不用比较了 第五十个人都这么出色了 那么第一个人不是更出色吗 因为我这个第一个人 查理后面第五十个人 所以他的功德书不是说 你这个人第一个到第五十个 已经是赤掉了 又不是在套地 他没有赤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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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不是说你这样展览 展览传教 真的转教的话 转教到第五十个 他听到的变少 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说 从原始来来讲 你这第五十个人 还是因为有第一个人要随起转教 所以这第一个人听到经典之后 不随起 不再讲给别人听 没有赤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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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从我们来观察英文法的时候 我们就不得不感恩 那个第一个人 他愿意转教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听英文法之后 你可以把你的一个感受 转给别人听 那个功德不可思议 是为什么 因为听到你说的人 他欢喜 他也许在转速给别人听 所以转转下去 不少有多少人 可以因为这个法 得到利益 那因为我们不起个头 有人听到之后 就挡到我们这边 就听到我们这边为止 好 那所以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里 比方说一百个人听 那这个一百个人知道 那法的就是 就像一个什么 那个 诈狼一样 那我们这边就没有了吗 那这样我们 听闻佛法功德很大 可是只顺于自己 那不大 那功德不大 可是可以把它转掉出去 一百个人 对 对